夏畢蘭部落主人12號晚上 在台東出陸部落舉辦 魔瓦嚷活動 希望找到部落彼此久違的情感 並透過歌聲 喚起族群文化的記憶 很多我們古老的歌 還有我們的一些 祭典的重要的一些文化 大家都沒有在焦慮 把那個原來老人家 唱的那些老歌 讓他揮火 讓大家回憶回憶 藉這樣的機會 我們各部落之間互相的交流 那感情也會更好 伴隨著手風琴的伴奏 一手手的傳統部落歌謠 逐漸從記憶中甦醒 老人家們用歌聲唱出 對部落的期待 也希望帶動年輕族人 對文化的重視 出路已經沒有那麼久 沒有那個歡笑了 今天很高興 檳榔能夠來 帶動我們整個出路的一個歌唱 我相信我們剛剛後面的那幾位婦女 應該他們的心裡的感受 應該會有 因為他們的來會激盪出 我希望會激盪我們這邊的婦女 看看有沒有辦法 就是說因為這一場的聚會 讓他們感覺說 我們真的我們的歌很重要 這樣子 族人表示 母阿人義部落拜訪 不只帶動了族人對文化的重視 更找回部落彼此共同的文化記憶 未來希望有更多人能投入 母阿人義的活動 讓北南族文化能永續的傳承下去 原始新國文化的地板台東北南採訪報導 佛母而且 佛匯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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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